欢迎回来感恩您点击我的视频 我今天会分享苹果红枣浆汤的做法 希望大家会喜欢 大家都说这个汤很火的瓜油汤儿 对女生大姨妈晾少肚子疼也有帮助哦 这个汤酸酸甜甜的真的很好喝哦 赶紧关注我顺手把食谱收藏起来吧 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现在开煮吧 苹果椒红枣汤 材料有苹果红枣椒和枸杞 一块银子 好 tummy 哟 寻咏 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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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苹果去皮切块 中文字幕——YK 将切片 红枣洗净剪成小块 全部材料倒入汤锅内煮10分钟 加入1汤匙红糖 可以开吃了 清润又好嗑 瓜油又解腻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 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 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你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 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 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请给我一个赞 是给我最大的鼓励 感恩大家 我的频道有3000多个食谱 一定有你喜欢的食谱 哦 不懂要煮什么 就翻一翻 看看找灵感吧 还有我的食谱 有双语版本 每天中午12点 会上传中文版本 而晚上8点半上传英文版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啦 其中红枣含有蛋白质 维生素 盖 铁 铁 铅等营养物质 苹果含有多种人体所需蛋白质 维生素一集铁 甲 铅等矿物质 生姜含有挥发性姜油酮和姜油酚 具有活血 驱寒 厨师 发汗等功效 三者同煮成汤 可以健脾开胃 补血液气 美容养颜 品尝一碗生姜红枣苹果汤 微酸 微辣 清甜可口 满心窝 红枣枸杞苹果糖水 是一道清甜可口的 意味养心的美容汤 大家记得要试一试哦 我喜欢简单食谱 因为我相信美味的食物 也一定要简单 可以快速完成 毕竟每天的事情 已经这么多了 对吗 红枣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吃的 这四种人吃红枣不养生 反而太伤身了 一 经期易水肿的女性不能吃 二 体质燥热的女性不能吃 三 糖尿病患者不能吃 四 外感风热不能吃 一 三 二 二 三 二 三 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